省时立宫监狱一名民警 1月14日至19日去了武汉 但可以隐瞒继续上班 自1月25日深夜被发现 1月29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我们于1月30日公布了该病例 1月31日发现一名民警被感染确诊 2月1日已经公布 虽然事后在专家的指导下 我们省时开展的消杀隔离等防控工作 因民警上班时间长密切接触者多 造成了多名罪犯感染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严重后果 1月30日发现一例罪犯确诊病例 1月31日向社会公布 2月10日发现6例罪犯确诊病例 2月11日向社会公布 2月20日根据罪犯全员核酸检测结果 发现27例罪犯确诊病例 并于今天公布 省时里风监狱共有罪犯确诊34例 其中重症病例1例 没有发生罪犯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事件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2月1日 Jeśli不忍生他会避免 他们一直iez登免 本期待人家使周刑阅 100真宏 他在百分之内 有什么名问 在近2020年